千万别买苹果电脑 五千 六千 三千 八千 一万六 甚至这个玩意儿还有几十万一台的 贵的东西当然好 但不代表对你也好 我们在卖iPad的时候 偶尔也会卖一点Mac 有个别粉丝朋友一时冲动 哇 好炫酷 好高级 好想要 买回去之后就发现动辄上万的电脑 在自己手中除了看电影没有任何的用 想玩个游戏呢 又发现连个笑笑乐都没有 甚至有个别朋友根本就不会用 只会开机 关机 然后用个十天半个月新鲜感一过 就要找个理由要退给我们了 这可不行的 走到哪里都不行 特别是十八九岁的年轻小伙 老老实实的买个Windows的游戏本吧 苹果电脑这个玩意儿的话 真的没用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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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要实在想体验的话 就买个一千多块钱的那种星巴克伴侣吧 日常办办公看看电影 就是这个苹果标志会亮灯的那种